各位亲生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 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中央的国际新闻 第一个我们先看缅甸的情势 缅甸的政变已经一个月了 但一个月的情势依然没有稳定 依然没有稳定 那么对于缅甸周边的国家 包括东协以及那么几个大国 中国大陆了美国了欧洲等等 其实都是外交上一个很大的考验 到底该对缅甸下多重的手 给多大的压力 才能帮助缅甸能够恢复秩序 我们回归民主 大家都绞尽了脑汁 在上礼拜三的时候 2月24号 缅甸军政府任命的外长 访问了泰国 在曼谷和泰国的外长 和印尼的外长 举行了会谈 因为本来呢 印尼是希望能够代表东协 在礼拜四的时候 飞到缅甸跟缅甸军政府洽谈 那么缅甸的情势 那根据媒体报道呢 本来印尼的这个复案呢 是让军政府能够 照他所说的 他那么这一年 宣布紧急状态进入一年 一年之后呢 还政于民举行选举 那希望说服军政府 要确实履行诺言 然后让这个东协的观察员 能进到缅甸 就没想到缅甸的老百姓反对 老百姓的很多民主派人士表示 我们去年选举过了 选举的结果就这样子 被军方给窃取了啊 那应该马上还政于民 什么还等一年 他们也呼吁的印尼啊 那么你要认清情势 不要为虎作伤啊 不要帮助这个军政府 去镇压缅甸的百姓 这国际反弹之后呢 让的印尼的外长就有点两难 就在两难的时候呢 缅甸的外长飞到了泰国 那印尼外长就说 那就不要飞到缅甸了 直接到曼谷 跟这个缅甸的外长一起会谈 那么缅甸呢 当然也希望跟泰国取经啊 因为泰国的首相呢 巴拉育呢 他本来就是 这个政变出身啊 那么后来逐渐的稳定情势 那么也许缅甸可以跟泰国 有个接近之处 泰国呢 他又很怕这样子 别人觉得跟缅甸的走太近 或者支持缅甸的政变 所以泰国对于首相 到底有没有跟这个缅甸的 外长见面呢 他也不愿意证实 缅甸的反对派 那么则又提出来另外一个组织 就是国会里面呢 国会里面那些 全国民主联盟啊 被这个军政府政变 被赶出来 这些国会议员呢 他们也组成了一个组织 也推出了代表 所以缅甸的反对派认为 西方要跟这个代表来对话 这是2月24号 2月26号的时候呢 礼拜五的时候呢 那么缅甸驻联合国大使 那么当然在联合国总部啊 就发表声明 支持这个民运啊 支持这个民主运动 然后呼吁国际社会啊 用一切的方法能够 那么让缅甸能够回归民主啊 因为他们是民主政府派出来的 一个联合国大使 联合国大使生在联合国总部呢 举三指啊 三个指头啊 那么来支援这个抗争 结果他在2月16号讲完之后 那马上就被军政府免职了 因为你应该代表缅甸的当前的政府啊 那么支持反对派 马上就被免职了 这情势依然非常紧绷 紧绷到最后 它爆发在2月28号 礼拜天的时候呢 那么群众都走上街头 那警方呢 开枪 开枪呢 达到至少18个人死亡 那么有很多人受伤 这是政变一个月来 那么整个的最 最血腥的一个 镇压的一个行动 那么当然呢 国际上大家一谴责 那看看这到底 那么如何在对缅甸的军政府呢 再施加压力 压力2月28号发生这样 抗议之后呢 那么3月1号的时候 翁山苏姬终于露面 露面他是在 这个停训的 那么在受审讯 结果又被加控了两项罪名 那么如果说是 那么所有的罪名都成立的话呢 75岁的翁山苏姬 很可能就被禁止 竞选公职 东协呢 就决定在3月2号 就第二天的星期二 就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呢 那么举行外长的视讯会议 那东协 也在我们刚才前面讲过是个两难 那东协的整个政策 基本上他是不干涉内政 可是这件事情呢 已经影响了整个东协的这个运作 东协的这个形象啊 所以东协外长呢 在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 当然也希望缅甸军政府能够说明 然后怎么样给缅甸的压力 但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中国大陆也遭遇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缅甸的这老百姓呢 觉得中国啊 他是跟这个军政府是合作啊 包括各种监听啊 各种这个通讯的管制啊 器材都来自中国啊 那中国大陆中缅甸的大使 当然说否认 说没有这么一回事 那么一般的分析呢 对于中国来讲 其实这是两难 两难从表面上来看呢 如果缅甸进行政变 西方对缅甸进行压力 那个压力 那缅甸的这个军政府 当然就比较容易倒向中国 可是另外的分析指出来 说缅甸的军政府 其实对中国大陆 并不是那么样的友善 所以他们也对中国 因为对于中国 跟这个缅甸 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 也中国对缅甸影响力 所以军政府呢 缅甸来 他基本上 他还是还有倒向恶国 开始有些武器呢 这两年开始跟恶国卖武器 希望能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那中国反而发现是 翁山苏姬这个民主派的人士 文人政府如果上来 他需要靠经济 来支撑他的一个正当性 和这个人民的支持度 那么你要发展经济 你就必须跟中国发展良好的关系 所以从这来讲呢 其实中国大陆慢慢发现 其实跟翁山苏姬的关系 或者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 其实比较 比较是原来的这个 民选的政府 比较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 但是外界的印象都觉得 你一定支持军方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对缅甸的轻重的拿捏 其实也是一个两难 那国际上呢 会有什么样进一步的行动 或缅甸的局势 怎么样发展 我们将持续去关注 第二新闻呢 上一边我们特别看到的是 美国对中东的政策 上一边两件事情可以看 第一个是 2月25号礼拜四的时候呢 拜登下令啊 那么攻击了叙利亚边界 叙利亚边的民兵基地 就是伊朗所支持的 那么在这个叙利亚 跟伊拉克边界的叙利亚 这边的民兵的基地 那最主要的 这是对伊朗的 那么下了个手 这就主要的重点在哪里呢 2月15号的时候呢 就10天以前呢 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 从叙利亚境内发射了火箭 攻击伊拉克北部的 伊尔比尔机场 那么造成了那么一些 一个菲律宾的承包商死亡啊 美国多个承包商受伤 那么美国这边表示说 你伊朗攻击 那当然虽然我跟伊朗 要进行伊核谈判 恢复谈判 可是该强硬的 还是非常强硬 所以在10天之后呢 那么拜登下令报复 报复 但是这个报复是非常的小心啊 第一个他选定的这个目标呢 是在叙利亚伊拉克边界的叙利亚这边 不是伊拉克这边 如果他攻击的是伊拉克这边的目标 那很可能就让伊拉克的政府难做人啊 那么所以他攻击叙利亚那边 第二的他的攻击的规模也非常小啊 那一般来讲只有就七个炸弹 就是七个炸弹 丢在边界一个走私的一个呃 这个这个关口啊 一个一个小的聚落 避免刺激伊朗 但是却能够传达伊朗用代理人来打仗 一样会被揪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伊朗 你不要跟伊拉克说 你支持的这个什叶派的民兵啊 你不是伊朗自己 但是你支持什叶派民兵 你的攻击我 但我一样会反击你啊 一样会攻击你 但是呢 他倒不希望说我现在攻击伊朗 然后对这件事情影响到美国跟伊朗进一步的谈判 所以他在这个美国攻击伊朗的这个行动是算过的 也就在这个同时时候呢 第二天 二月二十六号 美国解密了一些资料 那这次呢 是针对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呢 因为拜登呢 他强调这个人权都非常重要 那人权非常重要 那沙烏地阿拉伯呢 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呢 在二零八年十月 当时就是沙烏地的 有一个异议记者 叫哈少吉 哈少吉呢 他是帮这个华盛的邮报 都做专栏作家 那经常批评 沙烏地王室 那王室结果还是在沙烏地 驻土耳其 伊斯坦堡的领事馆里面 被杀害 而且死得非常惨 那惨的事情 本来川普就已经调查出来 但是后来 这整个整个文件 是被压下来 压下来呢 拜登上来 他强调的人权呢 这叫解密 他解密 最重要的解密呢 他就想发现说 在这次涉及到 杀害哈少吉的这个事件呢 后面有一个 就是沙烏地王厨贴身的 精锐的卫队 叫快速介入部队 快速介入部队呢 那么有好多人就涉嫌 介入到杀害哈少吉 那这个事情呢 那么就明白了 如果这是快速介入部队的事情 那么都 这个是MBS 就是沙烏地王厨的 这个贴身部队的话 那王厨必然同意 那这件事情 就会牵涉到MBS 影响到 那么沙烏地王厨的一个 一个国内的支持 国际的形象 那这件事情 你可以想到 这是整个 整个引起国家一片哗然哈 本来大家都猜到 一定会这样子 但没想到真的是证实 那么西方的媒体呢 像纽约时报就报道 说美国最感到不满意的就是 美国跟 沙烏地呢 事实上的合作反恐啊 沙烏地很多部队啊 什么跟美国都非常熟 但是沙烏地自己 就弄了一个快速介入部队 而这是 当时美国没办法掌控的 美国非常生气啊 那沙烏地这边呢 当然觉得说 这个 这个子虚乌有啊 都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基础 那么在拜登决定公布 或解密这个资料的前一天 也就是礼拜四 2月25号的时候 2月25号晚上 那拜登跟这个 沙烏地王出的爸爸 就沙烏地国王啊 沙烏曼国王85岁了 跟老王呢 通了电话 刚刚讲的 一则是表示说 美国会信守对沙烏地的承诺 还是会帮助沙烏地一起对抗 来自伊朗或伊朗 他同路人的一些 一些攻击 但另一方面就说 我会把你儿子 把这件事情 哈少奇呢 还是公布 但是公布呢 并没有 点名 MBS的名字 但是就是呼之一出了 那中间的分寸就在这里 我公布为制裁 你周边的这些接身的部队 这些快速打击部队等等 但是呢 并没有点名MBS 那么马上呢 公布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宣布了叫哈少奇法案 禁止威胁异议分子或记者 以及其家人的任何外国人 进入美国 刚宣布的法案 然后马上就把76个沙烏地人呢 列入了黑名单 但是就到此 就是怎么样的强调人权 又不希望伤害到 美国跟沙烏地的关系 但一般分析 美沙关系 这就比较严重了 因为万一MBS 他如果你现在可以不理他 但他 他爸爸85岁了 他没多久 他如果即位的话 那美沙关系又更为复杂 那一般认为 沙烏地也会因为这样子 而更导向俄罗斯 导向中国 那这会对成 这个中东 其实是什么影响 所以美国一个是 对这个 伊朗的一个 一个一个攻击 那么一个对沙烏地的 王储的 那么一个 也是一个抨击 那么两边都留了一些分寸 那在中间有什么样的 一个回旋空间 让他创造更多的外交杠杆呢 这个也是我们持续观察的 一个脉络 所以大概上个礼拜 几个重要的新闻 就为您分析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见 但是我们下礼拜访的